生肖蛇,生肖蛇的人,天生第六感强烈,具有灵性,独具慧眼,而且还有小龙的称号,加之其财博公有偏财心坐镇,一生偏财运极佳,无论是投资不动产,收藏物品,还是购买乐透彩券,都会收到意外的财源收入,重大奖的几率相对其他十二生肖来说最高。 生肖鼠,生肖鼠的人,一生中精于计算,颇具商业投机的头脑,无论是在商场,还是在赌场都有非常好的运气,加之其福德公走偏运大运,天生横财运势极佳,若是投资理财,购买彩票皆会有超预期的回报,总能以小博大,赚取源源不断的财富,重大奖几率也排在十二生肖的第二名。 生肖猪,生肖猪的人五行属水,水能生财,所以生肖猪的人命中有大财,偏财运比较好。 在十二生肖中,生肖猪的人应该是中彩票几率最高的,生肖猪的朋友可以多买一些彩票,做个验证。 不过,彩票毕竟属于偏财的一种,真要过好日子,还得靠正财。 生肖猪,能中彩票,说白了就是偏财运好。 而生肖猪的人,正是有这样的天命,他们买彩票很容易中奖,但中奖的金额不大。 不过更多的时候,生肖猪的人都是勤奋工作的,他们不相信天生能掉馅饼,而会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,来赚取足够的金钱养活自己。 生肖猪,生肖猪的人命中带金,一生的财运不小,有发横财命。 生肖猪的人买彩票,往往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,中奖的几率比一般人也要大。 但是生肖猪的人清楚地明白,光靠买彩票赚钱是不可取的,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才是王道。 毕竟在这个年代,只要够努力就有钱赚。 生肖猪,生肖猪的人只要动动自己的小脑袋,对彩票做一些分析研究,是很容易中奖的。 生肖猪五行属土,很能守财,他们不会只靠买彩票中奖这一个求财方法。 买彩票只是他们的业余,平日里他们还是会认真工作, 努力存钱的。 生肖兔,生肖兔的人,天生聪颖灵敏,有商业的天分,在偏财的领域具有特别的好运, 加之其财博工友,天喜新价林,一生好运连连,财源不断。 尤其是在投资和彩票的领域里,总能有意外的收获, 重大奖几率相对其他生肖来说非常高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,无论男女都是命里至羊之人, 他们非常上进坚定,为人乐观不羁,财运丰盛,万事顺利, 有冲破事业上的阻碍,成就飞黄腾达的实力和运气。 如果是男人,阳气最旺,能具大财,如果是女人,可自立门户成富婆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,天生命图光明灿烂,真龙护佑,常有偏财运, 从小辛苦,但感悦龙门,如果是男人,三十岁前后有事业大尽之运, 不出四十大富大贵,如果是女人,天生经济头脑好, 擅长做生意,必定成富婆。 生肖羊,属羊的人,看似柔弱,实则坚强, 她们的人生先苦后甜,正如她们的性格外柔内刚, 属羊的男人极其低调,但是实力无穷,能做大事, 也最有老板派头,而属羊的女人,性格温婉,擅长持家, 如果家里做生意,则最旺财运,终能富贵成富婆。 生在羊年,命有九福,才会双修,福气过人。 特别是出生在农历十一月和一月的属羊人, 堪称十福俱全的属羊人。 一辈子家庭圆满,婚姻顺利,还有广播贵人员, 不是富豪也是贵人。 就算出生在很穷的家庭,也早晚有富贵的一日。 这两个月生的属羊人,男人顶天立地,必成大气, 女人温柔贤惠,能做贵人妻,是注定嫁入豪门的福星。 生孝猴,属猴的人,生来就有比别人要好一辈的运气, 不一定是最聪明,但绝对能圆滑处事, 顺流做人,从不得罪谁,只留贵人在身边, 因此,他们的正裁功相当红火,一辈子有不少贵人鼎力相助, 事业场上无论多平凡,只要有朋友在,就有成功的希望。 事业有成的同时,桃花运也在水涨船高, 不出三十岁,就有望成为青年才俊,不缺钱也不缺爱。 属猴人若是生畏男子,官运亨通,是做一把手的好材料。 他们非常适合在官场打拼,懂得琢磨人心,早年就能混得如鱼得水。 若是生畏女子,注定是富婆阔态的命,他们把握人心的本事非常高。 所以嫁入豪门,或自己创业成功,对他们而言也不是难事。 因此,属猴人注定就非等闲之辈,不管男女都是好命人。 生肖蛇 凡是属蛇的人,性格精明而锋芒,处事绝对够稳健,天生聪慧又擅长人际来往, 在社交场上擅长变通,做事情不死板,对钱财虽然渴望但能忍得住一时贫穷, 把野心放在更大的钱财之上,这一点就是相当难得的老板气质。 属蛇男人聪明善变,很能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,而属蛇女擅长理财,做起生意,醉意一夜报复, 几乎所有的属蛇人都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贵气,到了中年后很少有不发财的。 生肖猪 个性随和,慷慨大度的生肖猪们,就算没有富裕的生活支持,也是最具有财主气质的人, 他们出手阔绰,带人热情慷慨,做事更不会畏手畏脚。 心态好,夫妻网,所以属蛇的人多身材比较发福,天生有福相,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, 饿肚子对他们来说是百年一线的事了。 他们就算不是天生就是财主,未来也必定能拥有财主命,一生无忧无仇。 401,不去期望,失去了不会伤心,得到了便是惊喜。 402,有一天,这些都会过去的。 想到这结果,我就欣慰。 怎么累死人的爱,再怎么累死人的恨,都会过去。 失眠,被冤枉,塞车,太穷了,都会过去。 被轻蔑,被迫说谎,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,或者,尝得不好看,都会过去。 蔡康永,403,人生最宝贵的,不是你拥有的物质,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。 404,女人永远不要奢望自己能成为浪子终结者,真正的浪子,没有终结者。 如果她最后,在一个女人身边停靠了,不要以为是这个女人终结了她,其实只是一个契机而已。 405,因为爱过,所以不会成为敌人,因为伤过,所以不会做朋友。 406,我们总会在不设防的时候喜欢上一些人。 没失魔原因,也许只是一个温和的笑容,一句关切的问候。 可能未曾谋面,可能不在一个高度,却牢牢地放在心上了。 冥冥中该来则来,无处可逃,就好像喜欢一首歌,往往就因为一个旋律或一句打动你的歌词。 喜欢或者讨厌,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。 407,真想就这样,对喜欢的人好,不多想,不求结果,没有目的,不问往后。 就这样,顺着时间的脉络,日复一日地温柔下去。 408,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,无论是她下来,还是你上去,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地震动,那就是幸福。 409,有些人十句话都不能伤到我,但你一句话就能让我撕心裂肺,这就是你在我心中地位的差别。 410,照管好我的心,我已经把它交给了你。 411,除了更深的去爱,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爱。 412,对错过的爱情,我们永远傻傻分不清,是因为遗憾,所以美好。 还是因为美好,所以才遗憾。 413,分手后,不要再回头。 不要感觉很失败,更不要觉得自己浪费了几年生命。 如果这让你学到了一些东西,那么这份感情就不是失败的。 414,好好去爱,去生活。 青春如此短暂,不要探劳。 偶尔可以停下来休息,但是别蹲下来张望。 走了一条路的时候,记得别回头看。 时不时问问自己,自己在干吗? 记住,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,不要辜负了美好的晨光。